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健康再度惹来担忧 不过当天没有见到童心密友周围里 当天下午大约四点多的时候 戴着白色口罩的关菊英突然显身养合医院 见其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环保袋 从医院正门离开 虽然状态看起来十分不错 但却有着有点疲惫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来医院呢 不过接受采访的时候 关菊英表示 这次现身并不是自己生病 而是因为探人 数天之后 关菊英再一次现身养合医院 不过这次有着童心密友周围里的陪伴 两人到达医院之后 周围里将两个检查的样本交给门证部 而关菊英则是排队等候坐电梯 此番行为 再次惹得网友的猜测 样本是不是关菊英的呢 毕竟之前曾经有过抽过骨髓 逗留差不多20分钟之后 两人才一起离开 其实近几年时间里 关菊英一直宣少有着现身 过着半退休的生活 虽然减少了目前的演出 但是依然努力地保持好身体 希望以最佳的状态示人 他曾经透露 每日要步行至少一个小时 另外还要做瑜伽 以及学习拉丁舞等等 62岁的关菊英 虽然不被现在的年轻人所熟悉 但是当年他的经验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比你的 他所演唱的《我本无罪》 唐新风暴主题曲 说不出心声 狂愁等等都是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歌唱事业之外 关菊英一时发展演的事业 曾经在多部剧集当中担任配角 07年的时候 更是在唐新风暴一句当中 首次饰演反派 戏气 使得他的演技备受称赞 感情方面的关菊英 并不是那么顺畅 与李孝天相爱八年并且同居 这期间意外怀孕 因为不想给李孝天 有逼婚的压力而偷偷堕胎 李孝天知道之后非常内疚 希望大白夜心 迎去对方弥补 可惜经过两年婚姻生活之后 关菊英选择离婚 有传是性格不合 一时有传是李孝天 带第三者回家 被捉紧在床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李孝天已经去世 关菊英在这之后 也是有决心的感情 与同性密友周围里交往 后来干脆承认关系 但是却否认结婚一事 两人现在虽然同居 确实一直没有结婚 不过彼此之间 却是宛如结婚多年的夫妻一样 港圈内很多明星 都是因为要赚钱养家才出道的 像邝美云 黎姿 张博之 吴振宇等都是如此 关菊英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 因此家境也不是很好 可排好老四的他 也不需要为了养家而出道 相比之下 他是非常幸运的 出道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已 14岁那年 关菊英夺得了某歌唱比赛的冠军 年少的他就这样闯进了乐坛 在上学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人来找关菊英演出 他也是因此去了很多地方 就像是玩游戏闯关生计一样 他经验就是这么一点点增加起来的 关菊英出道算是很早的了 但是个人认为 这样的小明星应该是有监护人的陪伴 毕竟是娱乐混杂的娱乐圈 只靠他自己 遇到什么事情一定是很难抉择和判断 可能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多 父母也是无法过多顾及到他吧 刚进圈的关菊英 碰到了26岁的才子李少田 一场结局不佳的爱情戏 就此拉开帷幕 李少田比关菊英大了12岁 可是他多得远不止是年龄 他还多的是透露 齐聚音乐才华的李少田 人和魅力就是已经深深吸引了关菊英 而李少田又是频频给他写情书 多翻功是真相 两人很快地便是陷入爱河 后来还住在了一起 可有人说 那个时候李少田的经历 还住着一个薛家宴 关菊英虽然年少 但却不气声 甚至对李少田过分容忍 就算是男友在外处处留情 也不争执什么 有时候忍得多了 反而不会让别人念着你的后 他只会变本加厉 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 不知此理的关菊英 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之后 怕李少田觉得自己会逼婚 便偷偷跺了胎 李少田知道之后 心中对他十分的内疚 并决定和他正式结婚 24岁的关菊英 以及36岁的李少田 就是在谈了十年恋爱之后 终于结婚了 可是结婚呢 其实并不是 拴住男人的最佳办法 结婚之后的李少田 仍是风流成性 关菊英甚至做到了什么地步呢 有人说 关菊英直接名言道出 他要和李少田尊重家庭 即使偷食也烧臂脊 不能令我难堪 已经如此卑微的他 却是在某次提早回家之后 发现了小三 直接被带进家门 他身为愤怒 终于不愿意再忍受背叛 因此决定离婚 而决议离婚的关菊英 不仅是因为自己付出了 那么多感情都是被辜负了 也是因为李小田 对他的演技 尽情直白的打击 与被老公周一维 说演戏不行之后 似乎并不是很在意 朱丹的不同 关菊英被李小田说 你都不会演戏 不如唱歌算了之后 关菊英受到的伤害是极大的 谈了十年的恋爱 哭哭维持了两年的婚姻 还经过背叛 躲胎等 李小田对他的事业和感情 都是造成了打击 这一切都让关菊英的婚 离得过于心酸 为了治疗情伤的关菊英 去了异国他乡 几乎就是退出了娱乐圈 而之后靠着唱电视主题曲 插曲 而蒸蒸日盛的事业 也全都被他抛弃了 像陈慧贤 王祖贤 陈范拉等女星 也曾经在当红的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 而远走他国 有人觉得 他们是否是看不开 才远离那个 让他们伤心的地方 可或许也正是 他们想看开了 亦或者是已经看开了 才能放下一切 默默地从繁华娱乐圈当中退离 关菊英和他们相同 又和他们不同 很多人退圈之后 又选择回来 却再也找不到昔日的辉煌 可关菊英再度回归 却又是让自己的事业 攀上一个巅峰 一走就是13年的他 想被完全放下了往事 收拾好心情 并且减肥成功的他 套上这个自己 曾经发光的好地方 他却退缩了 但是在好友的全说之下 他勇敢站起来 不再怕被大众遗忘 不怕派车来的戏 没有人看 就这样 他演出了 唐新峰爆气类当中的坚决 无论是外表善良 且是颇有心悸的蛇仙女人 王秀琴 或者是第二部当中 喜欢借人上班 斤斤计较的中笑杀 还是第三部里 贪图效力 最不饶人的梁顺华 他的演技已经不用再到受 任何人的打击 看过去的都是对他 饰演的坚决 印象深刻 有时候爱不爱 从一个眼神 甚至一个小动作当中 就能看出来 不爱的话 如果像冠军之前两 强求自己忍耐的话 最后伤得最深的 可能还是你自己吧